哈利路亚,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至二十九节 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节至二十九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 众人一见耶稣都圣,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 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的辩论的是什么? 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 他被哑巴,鬼吹着 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 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 我请过你们,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 他们确实不能 耶稣说,哎,不幸的世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他们就带了他来 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从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 翻来覆去,口中流沫 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 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 水里要灭他 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亲历史喊着说 有古卷座历史流泪地喊着说 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 就斥责那乌鬼说 你这龙亚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 再不要进去 那鬼喊叫,使孩子大胆抽了一阵风 就出来了 孩子好像死了一般 一只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 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起他 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 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 耶稣说,非用祷告 有古卷在此有禁食儿子 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或者不能赶他出来 祈祷就暗暗地问他 阿们 阿们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拯救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个世上 成为世上的光 成为这世上的盐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具存主的名 愿主来保守我们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担当主的使命 主在这世上与我们所约定的那个世界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进天国 愿我们每个人也能在天国里得到主的冠灭 愿主来以祝福我们,引导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能进到主的国度当中 今天我们作为主的子女们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进到胜利的道路 愿主来让我们确定 让我们确确实实地能看到 主愿我们同在 愿我们每个人没有一个人是拉对的 都能与主同行 都能一主进到主的国度当中 愿主一意地来引导我们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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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主现在是纯和的神 并且是我们的主是在创始之前就开始 为我们预备了一切 并且一直要来引导我们 祝福我们 这是主一直来 呃 时时刻刻地永远通在的 就算我们没有看见 但是我们要相信 我为了今天的主日礼拜呢 昨天一直来祷告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昨天从主那里得到的主的这个启示 我梦到昨天我 嗯 开了一辆车 在我车的前面呢 有一个大的货车 我在我前面的这个货车呢 是开得非常非常的慢的 我是非常焦急的 我就想 哎呀我 我要不要去超越这个车呢 在我前面的这个车的 嗯 速度呢 是非常非常的慢的 所以呢 我就想要不要去 嗯 这个 超越这个车 虽然我是焦急的 虽然我是要超越这个车 但是呢 根本就没有 这个空间 能 没有空余的地方 就超越这辆车 但是这个车呢 前面的这个货车呢 还是慢慢的在我前面行驶 然后呢 我看到这个 在我前面的这个货车里面呢 是装满了 鲜花 我看到这个货车呢 有分好几层 就是里面呢 有好几 有好几个台 然后呢 里面呢 是塞满了 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鲜花的 我看到这个鲜花的美丽呢 是用语言都是不能表达出来的 我看到有很多很多漂亮的花 每一层每层呢 都有不同种类的花 我真 我是吃了一斤 我发现在车里装着 很多很多的漂亮的花 然后呢 我再仔细一看呢 坐在这个货车上的一个人呢 他把这些花呢 鲜花呢 都撒在这个地上 他是在我前面 就是说 他边开呢 边把这个花呢 都撒在这个地上 来行驶的 我想了一下 我看到 我们在行 我们在我们前行的 这个车的前面呢 是我们所行的是花的 撒满鲜花的道路的 到现在为止呢 神让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启示 但是 这次呢 我看到这个梦之后呢 我觉得 在我做的梦的 所有的梦当中呢 我发现呢 这次的 是最高的境界的 你们走过这个 撒满鲜花的道路吗 你们所走的道路 不是柏油路 而是撒满鲜花的道路 你们想一想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道路呢 我们所走的这个道路呢 神是为我们预备 就说 为大家和我所走的道路上呢 是预备好了 这些撒满鲜花的 你们也是这么想的吗 你们是否会想 现在我们教会 还没能找到新的 这个建筑物 现在我们一直是在 借这个别的场所来做礼拜 你们觉得这是 我们走 正在走撒满鲜花的道路 你们是这么想的吗 如果你们是这么相信的话 你们是蒙福的人 如果真正与神同行的人 你们会看到这些的 然后呢 你们听到这些的时候呢 你们就会想啊 这是真正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说走的道路呢 我们属灵的方面呢 我们在属灵上 我们是正在 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 你们可以是知道的 你们可以是明白的 你们就算 你们现在听到这些见证呢 就是可以 是这么认为的 去年12月 从去年12月开始呢 我呢 每周会 我下决心要每周进食三次的 以前呢 那我们是每周会进行 禁食祷告两次 但是呢 我们为了我们教会的 班家 班仪呢 我们为了教会班仪呢 我们为了教会班仪呢 我得不去 做这个三次的禁食祷告的 所以呢 就算是大家不相信 我还 就算是大家没有去做 但是我是下决心去做 每周三次的禁食祷告的 然后呢 神让我看到一切 嗯 神让我看到了一个 就是启示呢 说 我开的一辆车呢 我再踩怎么油门呢 我看我的车呢 不往前行驶的 我再怎么踩油门呢 我使劲踩 我使劲踩这个油门呢 但是车呢 还是不能往前开的 所以呢 我就下了车 一看呢 看见我的 我开的这个车的轮胎呢 一半都是陷在这个泥当中的 我看到我开的这个车的轮胎呢 一半以上呢 都是陷在这个泥土当中的 所以呢 因为这个车的轮胎呢 一半以上都是陷在了泥土当中 所以呢 我再怎么踩油门呢 也是不能往前行驶的 所以呢 我就知道 我再怎么踩油门 为什么不能往前行呢 所以呢 我就下了车 突然我就觉得 我的这个车 我开的车呢 就像是成为了一个玩具车的大小一样 然后呢 我一下子把这个车给抬起来 把这个车呢 就陷在泥土当中的车呢 给抬到了别的地方 这是主给我看到的一个启示 牧师呢 下决心 每周要做禁食祷告三次 在我下决心的那一周呢 开始呢 神就让我看到了这个启示 那么我下的这个决心 我每周禁食祷告三天呢 那么这是说我们进入了几假时代 我们进入了什么样的时代呢 这是神通过这个比喻呢 还让我明白的 所以呢 我下决心呢 我下的这个决心呢 是说原本是在树林方面 不能上前前行的 一直现在泥土当中的 我一下子下了车 把这个车给抬起来 那么让车能行驶 那就是说神通过我呢 让我能通过我的 那一起来做工 让这个车能行驶的 那么我当时 一开始是想 这个车为什么不能 在踩油门 为什么侧不能行驶呢 有的人就会想 为什么我的人生会怎样呢 为什么呢 我们的生活会这么痛苦呢 其实在水灵方面来看呢 能明白的话 那就可以明白神的贼义的 现在我们的教会呢 正在起入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我在好几次的这个讲道当中呢 是讲道过 我们教会呢 如果说我们的教会 能顺利的搬移的话 这并不是神的旨意 为了能进入吉甲时代 为了我们每个人 能有一个配得 进入吉甲时代的一个 这个信仰 为了能在属灵方面 我们的信仰能成功 神呢 是来正在训练我们 在属灵方面呢 神告诉我们 要让我们的信仰得以兼顾 要通过我们的近视祷告呢 来兼顾我们的信仰 神一直在很长时间呢 通过很多次呢 来给我看到的启示 但是这一次呢 是说我们 在这当中 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说能去做近视祷告的 我是确确实实的明白了这一点的 然后呢 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五个月期间呢 我每周会做近视祷告三天的 上周我们的讲道也讲到过 我们要去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建筑物呢 神让我看到的启示是说 里面都是钢铁做的 都是用钢铁做的 并且呢 成为了一个属灵的一个要塞 一个重要的要塞的 那么 在这个属灵的一个重要的要塞当中呢 有的人是能进入这个基地 有的人是进不到的 那么 我们怎么样才能进入这个重要的基地 来得到神的保护呢 这就是一个要塞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基地 但是 如果你在属灵方面没有一个准备的话 我们就算是顺利的通过了这个 这次的搬移呢 也不会去得到胜利的 今天早晨呢 我的妻子呢 给我讲了一个见证 她说 她在小的时候 出席的那个一个教会呢 有一次呢 她们的教会呢 进行了 这个 教会的 这个建筑 她们教会呢 下决心就说 买了一块地皮 然后呢 重新建筑一个新的教会 然后呢 刚建了 就说刚建了一楼的时候呢 一楼是顺利的建成了 但是 那往上呢 就不能再建筑了 就说 那教会就完全关门了 就见到半途呢 是完全关门了 就说那个牧师呢 在那时候呢 就是说 是已经是灭亡了 在韩国呢 就是说有很多的商业街 在商业街呢 这位牧师呢 现在呢 在商业街的一个很小的地方呢 在那里 说是 创建了教会 她到现在为止呢 她都是一直是 没能建筑成一个大的教会的 为什么呢 她在属灵方面是 没有能力 去担当这个大的教会 她在信仰上呢 是没有能力去担当 去担当这个重担的 在我们这个 属灵的战争当中 我们要知道 属灵的战争 是多么重要的一切的 到现在为止的 我们的 讲到的内容当中呢 我反复地讲到过 现在开始呢 我们要进到这个 机甲时代 那么 不能进入到 机甲时代的人呢 他们就像是 牙干一样 他们只能 走到那个半道的 他们不能走到 最后的胜利的 这是我在讲到的 二十年期间 一直给大家讲的 有的人说 有的人他在听到 他说了阿门 但是 他是并没能去 实践神的话语 他是半徒 是逃跑的 这样的人 他虽然说是 下罪心 他虽然说了 死 说了阿门 但是 他没能去实践 在蜀联方面呢 他是没能胜利的 你虽然说了 阿门 但是你没有 行动的话 那是不行的 在机甲时代呢 我可以确确地 对大家说 在机甲时代呢 就是说 耶稣到 在两千年期 以前来到了 这个世界 并且到现在为止 那么 现在呢 是说最强烈的 一个属灵的 这个战争的 现在的时代 就是最强烈的 一个这个属灵的 战争期间的 在神 初代教会的时候呢 在那里呢 也有很多的教会呢 是依靠着圣灵 他们是一直 是热气地去祷告 并且 他们在那里呢 在那时候呢 是进行着的 但是现在呢 在宗教改革之后 在一千年期间呢 这个教会呢 一直是在 黑暗的期间的 是在黑暗的隧道期间 在一千年期间呢 虽然说 这世上有教会 但是没有一个 真正的 属于基督教的 教会的 那个期间呢 是一千年的期间的 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呢 因为这件 就是说 属灵的方面呢 是不可能 那么简单的 去进行的 我们属灵的 这个战争呢 一定要 更加用心地 去做的 并不是说 那么简单的 可以得到胜利的 在一千年期间呢 基督的教会呢 耶稣基督的教会 并没能 在那里完成 所以呢 在那之后呢 就有一个宗教改革 在这里呢 并不是说 十年 而是说 一千年期间 没有真正的 属于耶稣基督的 教会的 在罗马的 这个天主教 那时候 虽然是存在了 教会 但是改革的 教会呢 在当时 现在我们所追求的 真理中心 耶稣中心 在那里 并没有 主上这些的 他们在那里 当时虽然说是 说是教会 但是他们并没有 以耶稣为中心 那个期间呢 一直是一千年期间的 大家应该 感觉到吃鸡 为什么在一千年期间 一直没有 真正的教会呢 因为在属灵方面 没有去战争 没有得到胜利的人 原本是圣灵 耶稣去统治的 这个教会 但是当时 是属于撒旦的 他们并没有 高举耶稣 并没有得到 神的统治 他们反而是 去赞颂别的 去高举别的 所以呢 这样的期间 一直是持续了 一千年 如果你们 如果你们 出生在那个期间的话 你们会怎么样呢 可能是没有几个人 会得到拯救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也要 感恩神 现在我们出生 在这个时代的 你们一起安慰一下 你们旁边的人说 我们很感谢 现在 出生在现在的 这个时代的 我们能出生在 这个 神 耶稣来统治的 这个时代 我们应该感谢神的 如果我们出生在 那个虚假的时代的话 我们肯定会输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 真正的 属灵的 世界是什么的 你们可以说 阿弥吗 在吉甲时代的 这个 圣殿的 班尼呢 是比 在初代时 初期教会的 这个撒下种子 是更重要的 比撒种的 期间是更重要的 因为现在 是得收藏的 期间 去得收藏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就是说 就像是 接力赛事的 当然刚开始呢 也是第一棒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最后一棒 是最重要的 你前面 就算是 第一棒和第二棒 是做得再好 但是最后的 这个接力 最后的一棒 如果做得没好的话 那是会是 是没有好的结果的 现在 耶稣会在来临的 这个 最后的时期呢 耶稣在 降临的时候 在在临的时候呢 每个人呢 都应该有一个 正确的信仰 每个人都要得到 主的迎接 现在是 应该是最重要的 一个属灵的 战争的期间 现在就是这个 这么一个重要的 期间的 你们要相信的 你们可以说阿门吗 在这里呢 神呢 你们应该知道 神是多么的爱我们的 在这里呢 没有一个人 神不会遗弃任何人 神不会丢下 任何一个人的 神不会把任何人 都丢给这个 撒旦的 我希望在这里 每个人呢 都能得到拯救 在耶稣在来临的 那个期间 在那时候呢 都能得到 主的迎接 你们现在会 你们要确切的 知道神的这个 重要的 计划的 现在在吉甲的这个时代 那么我们说 如果现在进到了 吉甲时代 那么你们就要知道 迦南地区呢 是流浪与米之地的 在那里呢 是流浪与米之地的 一个蒙福的 一个约定的 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呢 在那时候 是什么在等 是有什么在等 在他们呢 迦南那个地方呢 是有非常大的巨人 在等着他们的 对方的这些敌人呢 是根本就不是他们的 就是说 他们是非常巨大的 他们为了 要进到迦南地方呢 他们要在迦南地区 住在迦南地区的 这个巨人 与他们打仗 之后呢 要战胜这些对方的 所以呢 在这战胜 在这迦南地区呢 他们要战胜 那么在爱城的时候呢 他们是输的 所以呢 在以色列的民族 在以色列的 这个百姓当中 有很多的人是死亡的 他们原本是想到 在爱城 他们会得到胜利 但是 在那时候呢 在爱城呢 是有很多很多的 以色列百姓呢 是死亡的 亲爱的各位 但是呢 在那之后呢 他们就 吸取了这个教训 他们 就 不去 再犯罪 他们就 重新 吸取了这个教训 无论是他们到哪里 他们都是 来在这个 苏联的战争当中 是得到胜利的 他们是一直 持续着的 在那里得到胜利的 我们现在就是 处在这个时代的 我们现在已经 站在了这条道路的 你们一定要明白 就算是在梦当 在梦里呢 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的 其实这是一个左右 我们生命的 一个重要的时期的 希望你们 每个人都能明白 所以 我们教会 在拜因之前 开始呢 神已经就 为我们 预备了这个 重要的要塞 为我们 准备了这个 一个重要的基地 他让我们 每一个就说 现在在信仰方面 还没有得到 兼顾的人 现在让我们 在这个期间 得以兼顾 让我们每个人 都能拿着兼顾的信仰呢 在这个 重要的 属灵的战争当中呢 是得到胜利的 这是比我们 现在教会 办一个更重要的 事情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一点的 我真是不想 一直这么 啰嗦地说 但是你们要知道 吉甲时代 吉甲时代呢 是祝福 完成的时期 我们蒙福 完成的时期的 在这里呢 不应该再有 像雅干的这样的人 我不得不这么说 不要再有 像雅干的这些人的 像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说 有很多的人 他们只是 对这世上 存有 这个喜欢 就是说他们 一直是迷恋 这世上的一切的 这样的人 就像是 第二个雅干 第三个雅干的 那么这样的人 不再有变化的话 那是不行的 因为这是 左右你们的生命 的一些道路 的 哈利利亚 我们在 我在讲天国之前 我们要知道 比天国更重要的是 我们这个 在圣经上司 记载的 这个地狱的 就是耶稣 在讲地狱的 为什么呢 如果耶稣 不警告他们的话 他们是不知道 这个地狱的可怕的 所以在圣经上 是记载着 很多很多的 这个地狱的 当然不仅仅 是讲了 这个地狱 是讲了 人应该怎么样 生活的 这个真理的 那么这个 地狱和这个天国 神都是一直 是详细的 去讲解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地狱 是永永远远的 烧着这个熔眼的地方 是没有一滴水的 在那里呢 是一直是豪哭 在那里遭受痛苦 遭受刑罚的 这个地方的 在那里呢 是永永远远 在那里呢 就算是连一个虫子 都不能活下来的 这样的人呢 这样的呢 为什么有的人 一直听着这个讲道 但是还出现着 一直第二个 这个哑干和 第三个哑干呢 亲爱的各位 不管是你们过去的信仰 是什么样的信仰 你们现在只要改变就可以了 你们只要改善就可以了 如果有罪的话 你们就可以悔改就可以了 如果像小孩子一样的信仰的话 那么现在开始你们的信仰 要得以成长 现在我们已经过来了 我们已经走到这里来了 现在很有这个机会的 但是你们要知道 往后呢 是如果我们不再经过 我们的信仰的话 那是没有用的 是已经没有机会了 在往后的几个月 往后的一年 往后的几年之后呢 你们就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时期的 但是你到那时候 再明白的话 那时候已经是晚了 现在你要知道 现在你要做出这个准备的 你们现在呢 我是一直对大家 讲这些祝福的朋友 但是你们绝对不要 成为第二个雅干 第三个雅干 但是并不是说 我祝福你们就可以 是真正的蒙福的 因为本人 如果自己不努力的话 那是不能蒙福的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 如果我们的神 祝福每一个人的话 不管是本人怎么做 他都能蒙福吗 并不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是 因着自己的信而蒙福的 我们的神就算是在全能 但是他不会 就是说完全强制性的 去拯救所有的人呢 为什么呢 神都会给了我们意志 他会拯救一部分人的 并不是说神没有能力 而是说这世上的人 他们没有显示出自己的 这个信仰的 这样的人呢 他们有很多的人 在世上的人呢 有很多的人 他们没有仔细地 去听神的话语的 我在上野 这个星期五的机会当中呢 也讲到过 现在呢 我再对大家讲一下 在往后的时代呢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 这个信仰呢 就是说 就像是现在海啸要来了 是的 如果现在海啸要来的话 那么我们会怎么样呢 我们会马上逃跑的 比如说现在海啸正在 要来的话 那么你不会说 我现在忙着 等着再逃跑吧 我现在做着一个重要的事情 我等着再逃跑 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人吧 你们会怎么样呢 你们会马上逃跑吗 还是会说 哎呀等一会吧海啸 你等一会 我现在忙 如果对大家讲 现在海啸来的话 那么你们就会 可能是马上会逃跑的 因为被海啸 海啸来的话 那么这个房屋 以及所有的一切 都会被冲走的 海啸如果来的话 那么就会发生 很大的事故 在这里就不需要 给大家讲 为什么要逃跑海啸来会怎么样 那么如果一看到 海啸来的话 就马上应该是逃跑的 哈利亚 现在有很多的人 还听不进去讲道吗 现在听不进去讲道的人 我再次对你讲一下 上周三呢 神也给了我一个启示 就是说让我做了一个比喻 就是说在火山爆发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岩浆 有很多的熔岩是出来的 那么有很多的人看到火山爆发 有很多的人看到这个岩浆 正在涌出来 你还是会在那里说 哎呦我等一会儿再逃跑吧 我等一会儿再跑吧 我等一会儿再避难吧 不会有这样的人的 你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用耶稣的名字 你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现在岩浆要流出来 火山爆发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互相的来传 互相的对他说 我们快逃跑吧 我们是并不是说 现在坐在这里讲道 而是说 我要边逃跑 边大声的对大家讲道 就是说 神呢是 上周三呢 让我用这两个比喻呢 来给大家讲 现在的这个几破形状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 我们的耶稣虽然是全能的神 但是他不可能 在强制性的帮你呢 我们的信仰生活 应该怎么样去兼顾呢 现在呢不仅仅说用 我们的话 就是说 说完一句阿门就可以了 我们要真正的去实践的 往后呢 圣灵是一直会 遇我们做功 然后呢 现在呢 你们也要知道 我们的圣灵 要更加的做功 那么那些恶的魔鬼们呢 也会 也会呢 来 陷害我们的 就是来诱惑我们的 有很多的人 就是 可能 现在呢 时代是非常急速的 改变的 有很多的人 可能不会有 下次的机会的 十年前 十年前呢 神让我看到了一个景象 我看到 就是说 在日本的这个相扑 相扑运动员 他们在 比赛的那个 那个图表 在这个 相扑 这对员比赛的 这个圆形的 这个图表的地方呢 有个人呢 都是慢慢慢慢的 沿着这个图表呢 是 走的 因为 刚一开始呢 他们是慢慢的走的 但是过了几年呢 他们是越转越快 最后是昏倒在那里的 他们呢 又上 我看到有三个人呢 是因为转得太快了 所以他们没有能力 去担当这个力量 所以呢 他们是 突然是 昏倒在那里的 神为什么会让我看到这一点呢 这并不是那么白白 就那么过去的 而是说 真正会有 这样的事情的 我看到一个牧师 他们的群家三个人呢 因为时代太快了 赚得太快了 他们群家呢 三个口人呢 是昏倒在那里的 我就给那个牧师 做安守 祷告 然后呢 这个牧师亲眼看到 自己的头上呢 是 有这个乌鬼出去的 是有蛇出去的 那是因为 有撒旦一直来 阻挡着你们的 有的人 他是脑梗塞 他是脑出血 那么 有个牧师呢 他是看到了幻想 他是 看到了幻想 说是 从自己的 头上呢 是有 这个乌鬼出去的 那么 我再怎么对他讲呢 有的人是明白 但是有的人是不能明白的 他们是离开的 他们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的 这个牧师呢 他是自己明白到了 从自己的头里呢 是有这个蛇的 这个撒旦出去的 所以呢 他是知道 他就会可以 按照身子道去做的 但是他在那之前呢 是没有做好了 充分的准备 他已经没有能力 在担当上的这个能力 所以呢 他是没能恢复健康 为什么呢 这个战场 这个战争是 力量的 这个决定的 就说你有力量 你要有这个力量的 那么强壮的人会 赢到 人和人 这个的战争呢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战争的 人和人的战争呢 并不是真正的战争 真正的战争呢 是我们与这些魔鬼的战争的 你们记得起 以前我们念过的吗 其实真正是这样的 为了我 为了我的家人 不去祷告的人 不去做苏联的战争的人 他们一直被魔鬼所诱惑 但是他们还自力不武的人 过了时间 哪一段时间之后呢 神就不会再灵敏他们 到那时候 他再后悔 已经是没有用的 那么我们到那时候 我们应该会受到谁的怜悯呢 神如果不再怜悯我们的话 我们会有怎么样呢 我们是多么可怜的呢 现在呢 我们如果不坚固的站立起来的话 到那时候 神就不会再怜悯我们的话 那我们应该去依靠谁 我们应该去向谁求呢 在那时候呢 我们只能成为魔鬼的这个 下手的 我们只能被魔鬼所诱惑的 所以呢 现在呢 你们每个人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用主的名 来追你们能明白真正的旨意 亲爱的各位 我们一定要得到胜利 就是我是知道 一定会得到胜利的这个方法的 那么不会说你知道这个方法 你就是可以去得到胜利的 我们在属灵的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在属灵方面呢 一定要得到胜利的这种旨意 一定要得到经过 我昨天呢 打高的时候呢 也一直去想 如果在EMC教会的所有的人 如果像昨天我看到的这个其实一样 我说如果现在在我们教会一同与我 像我昨天打高一样的期间 我昨天打高11个小时 一同与我打高11个小时 所以我是相信会有人来跟着我 我知道其实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昨天是祷告到了极限 你们可以说阿们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真正的 一个属灵的战争的 并不是在这里并不是演戏 并不是开玩笑的 如果是演戏的话 我不会这么用心的 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呢 他们会说 我是把一切都依托于神 我都把一切都依靠于神 我相信神 神啊你来引导我走向胜利吧 有很多人会这么说 天经有很多人说 牧师 我24小时都是用祷告的心情来与神对话的 因为你24小时一直用祷告的心情 所以神就会与你一同同在24小时 有的人说 我是确信的 但是你要知道这其实是被撒旦的所诱惑的 你们一定要知道 这样的人士其实是被一直被撒旦所诱惑的 这就是信的人 就说那些魔鬼来诱惑信主的人的一个最不好的方式的 如果你们求的话就会得着 如果你们不求的话是不可能得着的 并不是说你不求你也会得着的 神说求的人会得着 扣门的人会开门的 寻找的人会寻求的 真正去寻找的人才会寻得见的 他让我们去祷告 他说我们祷告呢 不要给这些魔鬼空隙的 这些祷告呢 我们要持续的 就算是你累点 但是我们要一直持续的去祷告的 如果你给这个魔鬼留地步的话 那么这个是不行的 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当中呢 也讲到 我们不能给魔鬼留地步的 如果给留地步的话 你们要知道 在这个空隙当中会有这个魔鬼进来的 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当中讲到 我们一定要用心的一直持续的祷告的 我们的祷告呢 我们一定要不停的 一直持续的祷告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要给魔鬼所留地步的 如果给魔鬼留地步有空隙的话 那是不行的 那样的话是我们自己会倒下的 牧师呢 就是说在属灵的战争当中 我会越走越坚固 越走越坚强的 我首先会祷告的 我不会说 我不做 让大家去做的 我不会怎么去做的 我首先会带头去做的 我在给大家讲之前 我就会首先去做的 因为我是知道这个理由的 因为我是知道的 所以呢 当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一定会有这个结果出来的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与我们约定的 这个迦南之地呢 在属灵的战争当中 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胜利的话 那是不可能进到 这个迦南之地的 今天呢 耶稣的弟子 他们原本是说 要能治疾疾病 赶出魔鬼的 耶稣的12个弟子呢 他们原本是有这个能力 可以赶出污鬼 是赶出污鬼来治疾疾病的 那么这个 进入被魔鬼所负责的人呢 他们去找耶稣的弟子呢 他们是有能力来赶出这个污鬼的 来治疾这个疾病的 因为他们 他们拿到了这个约定 说是有这个权能的 但是 他的弟子们呢 却没能治疾这个疾病 没能赶出污鬼的 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圣经本文当中说 在这里呢 因为没有进食和祷告呢 是不能赶出这一类的污鬼的 如果不用进食祷告的话 是不能用这个超能力的祷告的 因为用进食祷告才是一个真正的 真正的祷告的 现在我们在中文语圣经当中呢 是标记了这个 用进食祷告这个二字 但是在日语圣经上呢 是没有记载的 为什么他们得到了这个权能 但是他们还没能 赶出这些污鬼呢 那是因为他们没能用进食去祷告的 如果不用进食祷告的话 是不能赶出这一类的鬼的 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个秘密的 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七节当中呢 也讲到 信的人是有这样的神迹跟着的 这样的人是有什么样的神迹呢 就是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来跟着他们 是奉耶稣的名赶鬼 并且说心方言 并且手是囊拿蛇 若喝了什么毒呢 也是不受害 他们是可以安守病人 病人就好了 这是他们从耶稣那里得到的这个权能 这是耶稣赐给他们的这个权能的 信的人呢 这是神来给信耶稣的人的一个神迹的 但是现在在我们周围的教会 会有几个教会会有这样的神迹呢 他们虽然是有得到了这个约定 但是如果不用禁食祷告的话 是不可能把这个约定变为自己的 是不可能把这个权能变为自己的 虽然拿到了这样的约定 但是呢 其实他们是一直被魔鬼所诱惑着的 为什么有的人说 日本的宣教是非常的艰难呢 那是因为他们不想与撒旦去做这个苏联的战争的 为什么现在韩国的教会正在灭亡呢 现在韩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复兴 在韩国复兴期间之前呢 是有很多的禁食的祷告的 每座山呢都是有祷告月 并且晚上呢 每晚呢会有彻夜的祷告 会有山上的禁食祷告 就是说在韩国的很多的山 很多的地方到处呢 都是有彻夜的祷告 都是有禁食的祷告 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 当时是这样的 但是呢 现在没过几十年 就那样的祷告呢 是没过多长时间 就有了一千万人的这个圣徒的 就是说韩国呢 是写了一个新的历史 在几十年期间呢 是有一千万的这个圣徒的 就是说在有史以来 这是第一次的 但是呢 韩国在德意复兴之后 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呢 是有很多的圣徒 所以呢 牧师们呢 他们就一直是去教育这些圣徒们 他们并没有去做禁食的祷告 他们只是在教育上 去教育这些圣徒 所以呢 现在有很多的教育呢 他们教育里面呢 是有很多很多的撒旦的这个行为的 有很多的魔鬼的行为 他们说是教育 但是其实在教育当中呢 是去做着撒旦所喜欢的事情 魔鬼所喜欢的事情的 他们是与神是越来越远的 他们是赞成同性恋 并且他们是没能去 完全的能依靠神 他们对天国 对耶稣是没有这个希望 他们不去做禁食 不去做祷告的 然后他们发展 他们就一直去发展成了 祈福的信仰 繁荣的信仰 就是说他们肉体 现在呢要得到这个喜乐 这是刚开始 就说 只有回到了刚开始 亚当和夏娃所放的这个罪到 为了来满足我的感情 为了满足我的身体 为了满足我的这个感情呢 他们是只是去满足 自己的这个感情的 他们并没有去听圣灵的声音 他们是看环境 他们是看自己的周围的一切呢 去做事情的 现在呢 就是到了这样的可怕的 这个迫切的时代的 现在呢 还是有很多像雅干一样的人的 这个信仰的 现在还是有很多像雅干的人的 这些信仰的 所以呢 你们要警醒起来 你们要警醒起来 你们要醒过来了 你们要在树林方面呢 要得到胜利 希望你们在树林方面呢 能得到胜利的 我们要用祷告和禁食呢 来得以胜利的 所以呢 我们要去做 禁食的祷告 是超越 我们的这个感情和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健康的 就是说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 我们要完全的来依靠神 就是说 你在肉体方面 如果输的话 那是 不会得到胜利的 你是想喝 想吃的 所以呢 你看别人吃 你就想 你就要去吃 然后呢 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你就去吃 这样的话呢 撒旦呢 就会喜乐 但是耶稣呢 会流下眼泪的 亲爱的各位 你们呢 你们希望你们能好好地 用心地去想一想 如果你赢过一次的话 就会完全得到胜利的 那么你如果 没有尝试过这个赢的话呢 那是不行的 你现在好不容易要赢了 但是你一下子就被 这个撒旦 所诱惑的话 那是不行的 现在你现在已经是 你就赢一次看一看 这样的话呢 就会拿这个一次的赢呢 去得到这个胜利的 你们要知道呢 现在我们在 每个人要得到 胜利的引导的 我们要悔改 我们的所有的罪 我们要放下 我们所有的这个肉体 我们不要 疏于我们的身体 和我们的这个感情 我们一定要得到胜利的 希望你们今天开始 要去做挑战 今天开始呢 就是说你们要去挑战一下 一周都没有 近视祷告过一次的人 你们先尝试一下 先做近视祷告一次 然后呢 近视祷告两天的人 再去尝试近视祷告三天 你们要去努力 要去挑战 就这样呢 你们才会得到胜利的 你们要知道 只有这样的 在属灵方面 你会要得到胜利的 我和我的妻子呢 就说 每周会近视三天 我们的身体呢 是变得越来越健康的 上一周 大上周呢 我们就会搬家的时候呢 因为太累了 所以呢 我就对所有的人说 这周我们就 不要做近视 我们一起来吃饭吧 然后搬东西 但是吃 反而呢 这个吃饭的时候 觉得身体是更不舒服的 但是呢 之后再做三天 近视祷告呢 反而觉得身体更轻松 更好的 我们肉体 我们身体 健康呢 也会更好的 因为主的圣灵 去做功的话 我们所有的 我们可以从所有的 枷锁当中 得到解放的 你们相信吗 如果主的圣灵 做功的话 所有的枷锁 都会解开 我们就算不吃 也会得到健康的 甚至是 你就算是 现在不吃 你也要知道 你也会健康的 要因信去做 你不要强硬的去做 你要因信 因证的信仰去做的 我们的神呢 就说 作为主的 作为神 作为我们的拯救者 来到这个世上 那么因素来到 这个世上的时候呢 也是说 他虽然是饿了 但是他还是 做了近视祷告 他是做了 四十天的近视祷告的 那么他做完 四十天的祷告呢 他反而是得到 圣灵的充满 但是在 圣灵充满的时候呢 那些魔鬼 还是会诱惑他 说 要给他好事 要给他做好的 信的人 有的人 他们会说 我是 圣灵充满的 我是圣灵的 我是这么好的 为什么我要做 近视祷告呢 我不要去做的 但是你们要知道 耶稣是做了 四十天的祷告 他是得到圣灵充满的 但是呢 在他圣灵充满的时候 魔鬼是诱惑了他们 他因为去做了 四十天的近视祷告 他因为得到了 圣灵充满 他们呢 耶稣呢 是拿着这个 圣灵的充满 去 赶出了这些魔鬼的 我的人说 我一直去祷告 我一直有 24小时祷告的心 我不能 我不用再去做别的了 但是呢 越是这样的人 他是会越快地倒下的 他们就会去医院 他们就会去吃药 我在 依靠圣灵之前 我在信主之前呢 我去医院 我也去吃药 但是 我在 完全依靠 圣灵的时候呢 我就算是现在 药感冒呢 我一旦有这个药感冒的时候呢 我就会一直打告到 这感冒症状完全消失的 所以呢 我现在比二十年前呢 是更加的 健康的 我为什么要对大家讲这些呢 你们要知道 在 属灵方面呢 会得到攻击的 攻击的 我并不是说 要在这里炫耀我自己 我是要大家知道 这里的这些状况的 你们要知道 在这世上呢 是有这个 撒旦的 这个 诱惑和枷锁的 无论是在那里做什么 我们都要与主同在 我们都要与主同行 我们要感觉到这些 如果说你们现在 让你们选择的话 你们会怎么做呢 我会给大家讲的 从亚当开始 直到耶稣再来临 在耶稣再来临 然后呢 会有七年的大患难的期间 再到这期间为止呢 那些撒旦一直会更加 用心的 去来诱惑这些人类的 因为在七年大患难之后呢 他们会有个最后的 这个 这个永远的地狱的 所以呢 在这期间 他们一直是挣扎着 要诱惑更多的人 要让更多的人 成为自己的 这个手下的 所以呢 他们是不分昼夜的 去诱惑人类的 但是现在 有很多的基督徒 你白天也睡 你晚上也睡吧 但是我们EMC联合教会的 所有的人呢 白天也醒着 晚上也是醒着的 在属灵方面 一直是醒着的吧 我们要用禁食和祷告呢 来充满于我们自己 然后呢 我们每个人呢 要依靠圣灵 我们就算是在睡觉的时候 圣灵 我们也要依靠圣灵 如果我们要 现在要睡觉了 但是圣灵引导 没让我们祷告的话 我们也要去祷告的 现在呢 我有时候 我要睡觉的时候呢 圣灵一直会来引导我 让我去祷告 所以呢 我会一直去祷告的 这样的祷告呢 会为我们开启道路的 会来给我们创造这个基地的 会给我们在我们前面呢 来撒上这个鲜花的道路 现在神正在给我们看到 这个鲜花的道路道 这是第一次 到现在为止呢 我是头一次看到这一点 我看到很多的启示 我刚做了很多的梦 我头一次梦到 我们走这个鲜花的道路的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 神为我们准备 多么多 多么好的这个道路吗 因为在这属灵的 这个战争当中 我们是得以胜利的 从到现在为止呢 就是说有的人呢 可能是一瞬间会 失败的 有的人呢 他们确实 可能是会在一瞬间 会得到完全的胜利的 就像是雨后的孙神一样 是在哪一瞬间呢 会得以茁壮的成长的 有的人到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说 哎我原以为 他是没有信仰的 但是他其实是 在信仰上的 游持的 你在往后呢 一定会看到 更多的这样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时代是 很加速的 现在时代是 非常坏的 我对棒球不太了 但是呢 我知道 如果这个投手 快一点的来打的话呢 就可以有这个 棒球的这个安打 就会有全力打的 可能对棒球 有专业支持的人 可能会明白 但是我对棒球 不是那么太明白的 如果他用心的 用快速的 集中去做的话 他就会做全力打 就会做安打 他就会成为 安打王的 现在呢 我们在属灵方面 用心的去做的话呢 那么到现在为止 一直慢慢腾腾 一直慢慢的 行走的人 他会马上 会有一个 快速的行驶 反而呢 并且呢 也会有 在属灵方面是 会有一瞬间 消失的人的 会 消失的人 在圣经上也讲到 行善的人 他们会行更多的善 行恶的人 他们会行更多的恶 所以呢 到现在为止 我们现在一定要 有个真正的 变化和改变的 我们一定要拿一个 更活泼的一个信仰 更快的信仰 我们一定要 就是拿着更好的希望 我们的往后 现在开始的呢 我们的一个月呢 就像要一年一样 一年要像十年一样 我们要做更多的努力的 在这个最后的时代呢 我们一定要与圣灵同行 一定要与这个魔鬼作家呢 一定要得到圣灵的 在主在来临的时候 一定要得到主的迎接 一定要参与那 永永远远的天国 用主的名来祝愿大家 然后呢 我们为了这一些 我们一定要更用心的 去做近视的祷告 用主的名祝愿 你们每个人 都能去努力 做近视祷告 就说一般的时候呢 一般的圣徒呢 也要每天每天 祷告两三个小时 然后呢 神学圣主的仆人们 你们呢 最少每天要祷告四个小时 然后呢 你们再没有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你们要做近视祷告 一定要祷告到 你们的问题得到解决 近视祷告呢 是让你们的身体 和你们的属灵方面呢 都得以洁净的 一件事情的 并且在这个 属灵的战争当中呢 会得到胜利 但是在做开始之前呢 会有很多的诱惑 可能会说突然非常的 想发火 然后突然的非常的饿 突然的想要跟谁生气 就说刚开始会 肯定会有这样的诽谤 和会有很多的这个 诱惑的 别人一看你 多看你眼就会是 你为什么要看我 你是不是要找我查 可能会有的人 会变得很敏感的 但是你要 多多的去忍耐的话 一定会战胜的 你们就很明白的 在机甲时代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在属灵方面呢 要得到胜利的 这样的话呢 你们会得到一切的 但是如果你们 在这里说了的话 可能是一瞬间 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的 希望你们今天都能明白 到现在为止 你们没能做到的 我们要悔改 然后呢 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要用我们的信仰呢 来做一个新的挑战 在一个新的时代当中 我们要去做一个 最好的一个信仰的 用此对面来追你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